台北市勞動局 2024無限影展開砲 向社會大眾推廣 身心障礙者就業平權 歌手蕭黃旗擔任代言人 分享自己喜歡聽電影 也支持國片 是比較有劇情的 像我最近是 最近看的是 好像是那個 就是那個 最近的 上線 上線的 戲院 正在播映的 那票款還不錯的 然後就是 經紀人可以講嗎 忘記了 那個叫什麼 那突然就是 突然講不出他的片名 小丑二 不是 小丑二 那外屁我看不懂 反正就是 流氓的那種 追企 腳頭 腳頭 最近看了一次 是誰猜到的 等一下 是誰猜到的 猜到有假 一張海報送你 對 腳頭啦 對我最近看了一部電影是腳頭 對然後我覺得就是 我從腳頭 其實 不管是所有的 我的興趣是這樣 只要有華語電影在電影院播出 我一定會去支持 而且我一定會去電影院看 然後我覺得那個聲光效果 或那個整個的劇情是非常棒的 那你說如果說看電影的過程當中 我當然會比較偏愛劇情片 因為劇情片可以就是讓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比較容易了解 他到底在演什麼 因為我們只有用聽的 我們沒有辦法用視覺去看的時候呢 如果那個劇情是寫得非常的細膩的時候 或者說 非常集中 因為有時候拍電影 電影有很多不同的手法 就是我最怕電影的是 那個手法是 可能一下子又回到過去 一下子又跳到現在 一下子又跳到未來 穿越的 那個對於盲人來講就是比較辛苦一點 如果旁邊沒有一個主持人 或者說一個口述影響的人 或者說一個朋友在那邊敘述的時候 你真的會沒有辦法去了解 就是看電影的那個過程 所以呢 我常看的比較是屬於劇情片的部分 然後可能比較容易去理解 今年無限影展10月25號將舉辦開幕首映 影展主題為 我們一起 也將免費播放韓國 對我而言 你是珍貴的 等九部身心障礙議題電影 歡迎民眾參加 這次是第六屆 每一年呢 這些影展的這個影片呢 都非常的這個受歡迎 所以從今天開始呢 開始鎖票 也希望大家 能夠就所有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參與 我想透過影展 來了解身心障礙的議題 其實一直都知道 後期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使命 我們希望透過影像 來說故事 讓大家了解品學的重要 那局長雖然沒有來 但是他其實一直在跟我們增長 以前在國外 有一個招募的經驗 他說他去看了一個燈泡工廠 而這個燈泡工廠呢 25個員工裡面 有24位是市長者 那透過合作協力 把整個生長線做得非常的順暢 所以其實只要看得見 我們所有生長朋友的差異跟理解 跟尊重 相信呢 這個職場的友善 一定可以大家一起做得到 那希望呢 我們透過無線演展的方式 讓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夠理解 都能夠成為我們善的種子的一環 這個承辦這個六年以來 其實我們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在於說 可以藉由電影 然後可以讓更多的朋友 更多人可以了解我們障礙者 那可以透過電影裡面 主要角色的一個表演跟演繹 可以讓我們過去呢 可能在針對我們跟障礙者 相處很多在對待尺度上面的 過與不及 能夠透過電影的這樣的演繹 能夠一一被解答這樣子 那我們也曾經有接獲過 就是參加我們無線演展的 廳長朋友在觀影過後 能夠透過問卷回饋給我們 他們就表示非常的高興 台灣有這樣的一個演繹 因為他們也想要知道跟了解 其他帳別朋友的生活 那透過這個演繹呢 可以促進彼此的交流 那今年的主要電影就是 一部韓國片嘛 對你而言 我是 對 對我而言 你是珍貴的 這部 這部片呢 在韓國播出的時候 也引起了全國國民的熱烈的回響跟關注 因此也間接了促進韓國制定 叫做龍芒人資源法 那以國家的力量來提供我們生長者更多的保障 那我也期許我們的無限影展 可以持續的茁壯跟成長 然後擴大它的影響力 幫助更多的生長朋友 因為影像是最動人的啦 而且這一次的七七國九個影片的部分 其實有四片還是五片是真人真事改編的一個部分 那也涵跨了各個帳別 從剛剛講的有那個聽葬的那個拳擊手 還有那個就那個協助那個龍芒的小孩的 促進那個韓國那個立法的一個部分 那或者是像其實有非常多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的腎臟就業 因為其實在我們促協助的幾乎各個帳別 都有就業的可能性 那縱使甚至這樣一些重度 生活上可能在治理上都有狀況 其實他還是能夠貢獻他一些部分的一個專長 還是可以找到適當的工作 所以透過這些影片的一個宣導 也讓這些企業或讓這些生長的一個家人 能夠了解其實生長者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那只要我們理解支持 其實障礙其實是一些不方便 只要我們能夠多一點支持 其實我們很多的職務在設計一些輔具 那或者一些企業的一個包容的一個心態 慢慢的開放 其實都有各種的可能就業的機會 今年特別會加多場次 那其實這個部分去年的回想是非常的高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可以透過生長者的同學 或者本身同學或他周遭的朋友 跟校園的師長甚至家屬也可以透過我們這一次的影展 來觀賞 來了解 理解 然後也找到不同的力量 因為其實有一些 因為我們看到有一些 為了保護這些生長者 而沒有讓他就業 或者覺得社會還不夠友善 那其實在台北市 這個其實都已經越來越好 其實各個帳別都有可能 各種的就業模式 例如庇護工廠 支持性就業 或真是一般的就業 我們甚至今年我們也努力把一名庇護工廠 轉嫌到可以在101的大樓裡面工作了 我們有一個各級學校的一個放映的一個表 在我們那個官網上 對對他們會有巡迴作長 那剛剛有一些無線的一個 無線影展的一個推廣的大使 例如可能江亦淳老師或消防期之類的 這個都可以透過他們的協助推廣 讓他的影響能夠更深刻的到每個校園這樣子 那這些影片的一個相關的簡介說明 在官網上也都找得到 那最主要是今天最主要是希望 透過今天的一個開幕 就是我們鎖票起跑的活動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 來看看這九部的非常難得的影片 而且是在我們三創園區 而且是免費鎖票的 那這個部分是很有意義的啦 市長我有點後期 因為像是無線影展的曲名 應該是... 無線影展特選七個國家九部影片 犀利活動10月25號起 在台北三創生活園區舉辦開幕首映記音樂會 活動即日起開放免費鎖票 歡迎民眾上影展官網鎖票 記者溫君台北不到 記者溫君台北不到 在台北三創園區舉辦開幕首映記 在台北三創園區舉辦開幕首映記